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汉森广播电台 这里是由基民制作主持的今夜来一段 那我们今天这一段呢 要来为听众朋友介绍这个喜多唱片 在11月又有一个歌手发片 他叫逸琳 然后他的这个新专辑呢叫做千金 那逸琳他其实很早他就有一直在参加歌唱比赛 然后这个在2009年他参加这个台南的这个毛豆公主的选拔 他是第一届 那因为得了第一名 所以从此大家就习惯叫他毛豆公主 那从2010开始呢 这个加盟喜多之后呢 这个维持每年发一张专辑 然后到2017年今年是他的第六张专辑 那第六张专辑呢就叫千金 然后千金这条的这个主打曲呢 同时也是这个三立这个一家人的这个片尾曲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逸琳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他这个2017最新的专辑千金 嗨逸琳你好 哈喽金明大哥你好 跟我来汉森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逸琳 好逸琳你一开始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因为你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 是 所以让我们长期的听友跟粉丝 重新来认识你好不好 好啊好啊 因为我知道你从小就一直在参加歌唱比赛对不对 国小吧 我印象国小四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是你们全家的兴趣吗 爸爸妈妈的兴趣 那因为我知道你还有其他姐妹 那他们都没有 只有你有唱歌比较好的 我们家中就是我姐姐我大姐是音乐老师 然后我还有一个妹妹叫夏莲 然后她同时也是台语歌手 我就是我们家就是我们两个就是非常爱唱歌 小时候都会抢麦克风的 所以你们从小的训练是跟着爸妈妈学的 小时候一开始是跟爸爸妈妈学的 后来妈妈觉得说他也没有到那么专精 然后又特别就请了很多交唱老师来教我们 所以大概从什么开始 国中吗 国小 国小就有开始跟老师学了 所以那时候爸妈有想到有一天 你们像你跟夏莲两个现在就变成歌手 他不会想到 其实因为我是台南人 所以我妈妈的想法是比较保守的 他只是觉得那时候我们南部很盛行比赛 然后那是因为我们家中五个小孩子 所以我爸妈其实就是比较辛苦 那他就会觉得说 哇人家比赛去参加 一开始都有参加奖都有肥皂可以拿 所以他就想说那我有两个女儿 我都可以拿两分 他一开始是保持那种 就是那种就是可以让女儿去兴趣去唱歌 然后又可以拿奖品回家那种概念 然后后来他觉得说 好像要怎么要如何得到好名次 他就开始想说 听人家说的台北老师比较厉害 不然我们也去跟台北俄好了 所以我们小时候是坐火车 坐四个小时 因为以前火车嘛 然后来台北学两个小时就回家 然后大概是一个礼拜一次还是一个月 一个礼拜一次 哇那我一直多久的时间 大概有半年吧 然后后来是因为我妈妈就找到附近高雄 有一个教唱老师觉得他 比较近开车就可以 我爸爸妈开车就可以到 然后后来才就是台北才停止 这件事情 然后那时候呢 半年你自己有感觉 经过这样的专业老师的教导 有进步很快的吗 一定是有的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台北 因为当时候的这个台北这个老师 其实是还蛮有知名度 然后他会从一些基本功开始教 因为我觉得每个教唱老师的说法 其实不太一样的 但是你透过不同的老师教导 你就会从中学习到非常多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我妈妈 她们一直换老师 其实我也没有觉得不好 因为我到长大之后啊 到现在我就会去想说 哇当初如果不是这老师 有一个老师可能要特别注重你的台风 有些老师注重你的技巧 有些老师注重你的基本 所以我其实 我们中间其实换过蛮多老师的 都是我妈妈一直换 然后听人家讲说 这个老师很厉害哦 所以我觉得很感谢啊 真的 就是人一直介绍 你就一直尝试看看 对对对 可是后来你为什么 没有念相关艺术学校 因为那时候应该说 我妈妈一直不会觉得 我们是把 要变成职业歌手 对 她觉得我们只是好玩 但是因为我妈妈好胜心很强 她不想我们出去比赛就输 你知道吗 她就觉得说 至少你就是得个前三名那种 她就是 她非常爱面子 所以她其实是想要让我们在比赛得胜 但是并不是要让我们走歌手这一条路 因为她一直觉得 这个演艺圈是非常复杂的 那时候就是反正得奖 然后反正又有一些奖品 又有一些奖金 然后又有面子就对了 对对对 她就只重视这些 好 那时候你也提到说 你的妹妹是夏莲 那她也是现在线上的歌手 所以你们这样子从小两个姐妹 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是会不会有一点美感 然后就是感觉有时候 你唱得比较好 或妹妹唱得比较好 这样子 应该是说 其实小时候我妈妈都会拿我们两个当比较 互相比较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但是因为从小我就跟我妹妹 就是从小时候就是不同组了 她可能儿童组我就是社青组 所以其实我们都不会 对我们都不会有强碰到的时候 很少啦 然后因为我妈妈其实 大家都说最爱最小的女儿 大家就是不要疼爱 然后我妈妈也会常常说 我感觉这次比较妹妹唱得比较好 我就说对 我也感觉妹妹唱得比较好 我都会这样讲 然后她就说 她说 没问题 你也应该会唱比妹妹更好 你看因为我这样讲 我妈妈就会觉得 对你看就是我 我觉得我不会去比较 然后我妹妹也不会 她就会说 但是我觉得这个舞台比较好 我妹妹就会 其实我们姐妹小时候到现在感情 我们叫四千斤 四千斤 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没有吵过家 然后很多人说 怎么可能 你们家怎么可能不吵架 最多就是冷战 不说话 但隔天一定会很好 对到现在也是 我们小时候 我妈妈为了让我们感情更好 她只给我们留 两个大床铺 双人床床铺 然后我们四姐妹 一定要睡在一起 所以我们没有私人空间 我们一直到我高中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大了 然后可能有些 就是去外面念书 才渐渐的离开家里的 那个空间 双人床铺 要不然我们的所有的 生活作息 东西 我们都摆在一个空间里面 我觉得这个小时候 一开始 大家比较单纯 会感情很好 但是慢慢到了青少年 大一点 就开始有一些疙瘩 就是大家有些人想要隐私 有些人觉得说 你的东西为什么放过来 这样子 可是到了现在 也会怀念以前那种生活 对不对 大家在一起那种 睡在一起的感觉 会怀念 但只是因为我 对我来讲 就是我们家中的四个姐妹 就是到现在目前 我就因为感情非常好 其实我们家的姐妹都嫁了 但是因为都嫁离我 妈妈家很近 娘家不近 所以每次只要我一回台南 他们所有人就会立即出现 就是你就觉得 其实你们根本就像没家 就是很近那种感觉是 从以前到现在都不觉得说 就是他们离开我们很远 因为嫁得太近了 对 好 然后这个你大学其实还是 一直为止有在比赛 对不对 就是校园歌唱都有随时在比赛 我唯一有中断的就是高中 我高中那时候 因为我我念的那间学校 他非常的严格 他很注重成绩 他觉得唱歌是 对他们来讲是 不务正业 对 讲真的 因为那时候我还记得我有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国的高中比赛 那时候我印象中我应该是得第二名 回来 他们没有开心 教官还骂我 说我没有请假 然后把我骂到哭 然后我就说我有请 因为你 我说教官是因为你 你昨天没来啊 所以我就交给另外一个教官跟他请假 没交接 他们没有交接 然后就一直狂骂我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 然后骂到我同学 自己看不惯 他打电话给我妈妈说 你女儿在学校哭 因为教官骂你女儿 然后我妈就说 为什么要骂 她是做什么事 然后她就讲 就讲说 比赛没有请假 什么之类的 我妈妈立即 当天 冲来学校 冲来学校 骂教官 不是因为她会觉得说 因为如果是我女儿错 她觉得就是你骂我 她觉得是应该的 因为我妈很分明 但是她觉得如果不是 就是她就觉得说 你要还我一个 你要还我一个公道 所以她要求教官跟她道歉 校长要出来道歉 她就觉得那是一连串的 后来真的有道歉 有道歉 因为我是真的有请假 我是照着程序 而且我妈妈是跟她讲说 学校你们不重视 唱歌没关系 我帮你们学校争取第二名 你们觉得不骄傲 也没关系 但是至少就是 你不要骂我女儿嘛 因为她骂 我记得她骂得非常 非常惨 我在想说 那会不会几年后 你的教官突然捧着一 捧着一束花 在那个你的歌友会上 跟你讲 不好意思 当年误会 不知道耶 因为其实我没有想过 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太久了 我也讲真的我也忘记 那教官长怎么样 然后叫什么名字 因为我是一个就是 我对于不会很特别 重视的东西 其实我不会去记人名 但是我觉得有一天 她透过 可能听过广播 或听到我的声音 知道这件事情 来跟我讲 我也会说 没关系 那小时候 大家可能 就是我也不懂 我那时候就是默默的被骂而已 我没有回嘴 我相信你一定记不得她 可是她一定记得你 因为她是大人 她骂小孩 她怎么会不记得 而且多年后 看那个名字 这样子在交叉比对一下 知道说 我来当年就是 她误会你 这样把你骂一场 所以其实我的高中 那一段 为什么中断 就是因为那一次之后 我妈妈就觉得说 高中 你这间高中 就是很注重功课 所以你参加就不要逼了 所以我那时候 然后有三年是没有比赛的 然后到大学就继续自己 我到大学之后 因为大学 其实大家都是那种团体生活 然后就觉得 只要成绩顾得OK 然后也没有什么 不要被当掉 然后就是 因为那时候大学 更多那种比赛 而且我相信 你大学应该过得很精彩 非常精彩 对啊 因为你歌唱又好 然后人又漂亮 在大学应该是很受欢迎 就是班上感情都非常好 我记得我那时候 大学一年级进去的时候 一开始我去比赛 因为大学一年级 新生就有比赛 新生杯 我记得那一次我去比赛 因为那时候 跟班上同学就还不错 但是没有到很熟 我记得第一场比赛 我赢了三个奖 就是什么服装奖 什么才艺奖 然后歌唱比赛第一名 然后我从全班同学 还非常开心 就说因为他们就很骄傲 你知道吗 从那时候就真的开始 太可怕 因为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都一直有比赛 他说 一定要推你 你要不要再去比 他说不行 因为就是我 我会觉得就是同一个比赛 就是有比过就好 这样子 对啊只是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知道 我是一个会唱台语歌的人 但是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出道 因为那时候 我就是都爱配唱 所以我不觉得那是我专解 我只是觉得 我是一个爱唱歌的 所以我那时候 还有在外面 学校当比赛 外面比赛这样子 可是你这样一比 这个整个大学 被人家关注 应该那个 就有一些学长 或者是同学 就有追求者 对吧 不爱慕者 应该是说 我觉得 其实不管他们是欣赏歌 或者是跟他们相处 比较融洽 可是我觉得是一个大学的回忆吧 就是会觉得说 对啊以前 现在他们有时候 因为你知道脸书很方便 就是说 我发现你最近过得越来越好 你大学就很精彩 然后现在好像感觉越好 我就说 对啊 就是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 还好是越来越好 不是越吃越好 看你的脸书上面 越来越大口这样 对 如果听到这我们就说 不要这样讲 那我应该回归到大学的时候 真的 好 然后大学毕业 就是也有短暂做一些工作 然后主要是说 你那时候在台南的新市的区公所 有担任这个聘雇人员 然后是做总机是不是 我一开始是做文书 然后后来是因为 那时候的 我们那时候叫乡长 那时候乡长就说 我们服务台需要一个 招牌 他真的跟我讲 他说 我们需要一个门面 然后他说 那你要不要就是 调服务台看看 我说 好啊都可以 因为其实我以前对工作 我是不会特别挑的 就是个暗奋型的一点 长官如果叫我做什么 我就觉得 合理的范围内 植物调动 我觉得都很正常 然后我就说 哦好啊 然后结果一下来做啊 就一直做到我离开 就是北上台北发展的 对 真的 我做非常多年 然后那时候 为什么会去参加这个毛豆比赛 因为我是在新市区公所工作 那时候 那是新市农会办的毛豆选拔 他其实就是我们隔壁栋 然后一开始去参加比赛 也不是我看到去参加 是我爸爸去农会存钱 然后人家说 看得到简张啊 他也没看到 人家跟我爸爸说 哎我听说你有四个千金呢 不然你青菜叫两个来比 我们就正在讨第一届 我怕没有人来报名 因为他们 捧场啊 第一届 就说你捧场你要不要来报名 然后我爸爸就很想说 啊不放回去好了 哎我中午都会回家里吃饭 然后我爸爸就说 哎那个农会有举办比赛 你要不要去参加 我说哦好啊好啊 那隔壁很近嘛 就是也没有车程的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有比 比的重要有奖金 因为那时候我们第一名有三万块 对我们来说很多 然后那时候比就是比造型才艺 那个走台风这样子嘛 全部都有 我们就是有三阶段的比赛啊 就是你可能还要自己设计服装 因为他会给你一个运动 白色T恤 然后你就自己去设计 运动风 对对运动风 然后第二是才艺嘛 第三个就是走秀这样子 然后还有机智问答 对啊 机智问答就算在 第一阶段的那个里面啊 其实他们就是会很多 就是我就会觉得说 其实那时候 我怎么会有勇气参加呢 因为年轻时不懂 然后就一直想说 嗯可以拿奖金 嗯爸爸鼓励 嗯好 然后我就说我都就去参加 懵懵懂懂啊 那时候真的 可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乐趣啊 反正就是那么近 就是你们心事的那个代表活动 但因为其实那时候 我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啊 我妈妈是非常反对的 非常 她是连报名表 就是都跟我讲说不要去参加 因为我一直强调 我妈妈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人 哦她跟她输 然后自己乡里的比赛 如果你输了就很清楚 她觉得她没有面子 所以我出赛比赛的时候 我讲真的 她都没有来看过我 我出赛比赛只有我爸爸 还有我姐姐 他们来看我 然后然后连出赛 她就一直坐在家里等哦 等消息 看到我没有入围 因为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们出赛 报名有100多个 然后我们只渡10个 这是真的 因为第一届很热闹 哦所以她 其实刚开始出赛 如果她去了万一落选 就觉得很丢脸丢了 我相信决赛她就出现了 决赛有出现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决赛我就跟我妈妈讲说 妈妈我从小就不太会缝 缝东西 因为我就是 因为我国中的美术班 所以我们没有教什么缝纫 没有 我们就是什么画水彩啊 所以我们那个缝纫课 什么织毛线啊 其实我都不会 都把那个时间拿去画画了 对对对 那我们从以前我就没有学 我姐姐她们都有学了 我就觉得她们好厉害 然后我就是对这方面 就特别的笨拙 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 但是哇这次啊 决赛要造型比赛啊 我又不会缝毛豆 然后我就说 但是我今年就很需要毛豆啊 因为我想说 就是做点造型啊 因为我妈妈以前是裁缝师 她们做车杀做东西 然后我妈就说 好啦 看你有路的那些厨骚 我给你做 给你做一件毛豆群啊 因为我毛豆 因为我觉得印象主要深刻的是 我那时候比赛的时候 做一件毛豆群 就上面贴了很多很多毛豆 缝很多毛豆上去 100多颗 很多颗 然后那就是 你就觉得房间像加工厂 就是姐姐们都出动啊 还要请朋友帮忙 因为要100多颗嘛 对对就只有我坐在旁边 加油 好你们加油 你们加油 因为我要准备额外的 我说对对对 因为你知道 我姐姐说你不要来啦 因为你来 那针都拿不好会吃到 就是一直说 他如果我吃到 他还要帮我照顾 我就说 那你们大家加油 所以我妈妈那时候 就是非常静心 建议做这件事情 好 然后最后拿到第一名 这个有超过你的疫情吗 有很惊讶吗 惊讶其实会有 因为那时候 因为你知道那比赛 就很可爱 就是会留到一跟第一名 那第二名 会留在台上说 你们都觉得 哪一个会成为第一名 你知道主持人很爱问 你知道吗 你们都 你觉得啊 你会得第一名吗 就是我记得主持人 问我这样子 看你的那个反应 对对对 然后我立即就说 对 我就是会得第一名 然后他就立即马上公布说 对 他说 那主持人就马上立即说 对 你就是第一名 所以我们那时候宣布 是我第一名先宣布 第二名没有宣布 因为你知道一就知道二了 对啊因为他如果再问第二名说 你会不会第一名就很尴尬 因为不是他 因为他第一个就先问我 然后我就立即回答说 对我觉得我会第一名 因为那时候我家人团 真的来蛮多人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要有信心 就算真的没得到 我也觉得没关系 反正我就是觉得我有信心 那主持人反应还蛮快的 你说你觉得你是第一 他就赶快公布 因为他如果问第二 你是不是第一 他也说我第一 那第二名就很丢脸 没有他就没有梗 我就觉得他就立即马上反应 然后我就默默 其实你说什么 有没有很紧张 也超过不到几秒 因为当你回答完之后 就立即公布 你就出去 你就被推出去 然后立即怎么戴上后冠 拿奖金 可是你那时候有准备 那个得奖感言吗 没有啊 没有没有 因为其实得奖的人是 他不会让你说话 因为他就直接颁奖 戴上后冠 然后拿奖金 然后就下台 这样子哦 可是那时候是2009年的事情 那其实你到2012年 才被洗脱签下来 还有三年的时间 那这三年大概在 你是做什么样的准备 我知道那时候你出名之后 其实就有很多痴汉 在去公所柜台 坐在吃吃看着你 等你下班这样 嗯对 因为我其实 我觉得那时候很 应该是说这几年 其实就是 我还没有到出 个人专辑以前 我都会觉得唱歌只是兴趣 不是我的主要的 因为我不会把重心放在那 因为那时候我有工作 所以你那时候2009到2012 还是很认分的 在去公所上班 嗯这是第一个 然后就是一直配唱 哦就是搭档 我一定的一直配唱一直唱一直配唱 所以其实我如果认真翻本子啊 其实我以前跟老东家的歌手对唱的歌是非常多的 很多很多首 他们一年大概 女生全部都只教我一个 哦就是男歌手出片 就会找一两首找你来搭唱就对 嗯有时候是三首 嗯嗯 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哎你怎么以前都会有你的歌啊 对啊因为以前都一直配唱啊 啊所以心配跟会做 有主要一直搭配 我那时候都不会觉得很心情很糟糕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一直觉得说 我有一个正常工作 然后唱歌只是兴趣 然后录音室就在高雄 开个车录完歌回来就没事 然后我还可以自己这样玩乐啊 做很多事 其实那时候生活我觉得也不错耶 可是那时候我相信你爸妈一定会催你 你就找个对象结婚对吧 呃因为那时候刚好你是人生这个 比较稳定然后 他会希望我是在公所里面找一个男孩子 稳定的结婚 然后所以那时候 因为我就说 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比较喜欢 朋友都很多嘛 我我我我每年中秋过年的时候 我们家都来很多了 是啊 然后我妈每次男生一进来 啊 你有留朋友吗 不是他就有留朋友 妈 不好意思 我今天出来这么多男生都有没有了 哦 我这不是说女朋友 有老婆了 嗯 因为他们年龄层都比较大一点 那个单身的我不会要来我家 对啊 因为那时候没有把握机会 你像像你现在就比较难了 因为等于整个变成职业的歌手 嗯 不是说呢 我就缘分啊 如果说真的有遇到好的 其实我也没有排斥说 我们当歌手就是很逼会说 就是不结婚啊 或什么 我不会这样想 因为其实现在台语歌手 认真说就是有个正常家庭 反正大家都很祝福他们 或是他们都是公开化的 哎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我的观念也是 我其实会这样想 我觉得如果未来 我就是真的找到好的另外一半 然后结婚 那还可以继续唱歌的话 那是更好 那假设以后就是娘家真的觉得说 哎 我觉得你不要再抛头露脸 等等之类的 哎 也说不定就是也没有唱 也是有可能嘛 哦 你这样讲 我觉得好像台语歌手 往这个家庭的方向是觉得比较正常 那其实像很多国语的偶像歌手 他们都 就算有老婆他也不敢承认 就是怕那个粉丝心碎啊 你 哦 对对对对 所以都要隐藏自己的单身 或反正就是这样子 对啊 对啊 一定是的 好 聊了这么多 把我们这个逸琳过去 从国小聊到这个大学 币拿到毛豆公主 那接下来我们就聊到这一首的重点 是 那这首歌的这个主打就是千金 那千金呢 就是你 而且这首歌也是你自己选出来 我还觉得把他当主打 因为也是跟你这个父亲有关系 对不对 因为你们家刚好就是 你现在还没有结婚 所以你觉得那种 一个女儿结婚之后 父母亲的那种心情 就是写在这首千金里面 帮我们介绍这首歌 其实这首千金就是 一开始就是可能公司挑歌 会有很多歌曲 那最后写主打歌 可能就是你唱完的整体感 或者是说歌词内容 对你影响比较深的 那其实我也会跟公司讲说 其实这首千金就是 我个人觉得非常符合我们家 因为我们家四千金嘛 又加上 其实小时候 我爸爸常常跟我们讲说 我妈妈 因为我妈妈是 就是我爸爸娶我妈妈的时候 我妈妈也是家里的千金大小姐 那时候是千金大小姐 有感觉你妈在家里主导比较强 对对对 就是我们家是这样 我们家是对 就是男主内女主外的 我们家是这样子 然后我爸爸就会说 哇我以前跟你妈妈 你曾经大小小 我做民主 他那时候觉得很有面子 然后所以当 就是就是这些有影响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家自己女儿也多 那我姐姐他们 就是我们家里的姐妹都出家了 所以他们就 每个人听到就说 就这首歌好啊 就是根本就写我们家嘛 我就说 就特别有感觉 我就说 嗯也是有大礼 然后这次MV里面 我也就是特别 就是放了一张 就是父母 就是我们家姐妹出家 就是拜别父母的照片 放进去 就是MV里面 就希望 就是可能 送给爸爸妈妈的一个 六 就是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很好的 打谢的领悟这样 六周年 对因为今年第六年的 而且其实他歌词 也写到我们这个传统 这个婚嫁的习俗啊 你在这个离开娘家的时候 要丢窥席 我都是剪 我都是那个剪盔鞋的 以前小时候是 对剪姐姐的 对我都剪她的啊 我就说 她就说 我妈妈就说 那个 那个 你们不是要破 我妈妈都会破水吗 我妈妈说 我妈妈就会破小虹 破均匀就好了 我说妈 那传统迷思好不好 很可爱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休息一下呢 就顺便来听我们这个 逸琳的这个 主打的第一条 叫千金 天空归一剑 永远天祖定不敢的心情 默默的心听咖咚咻 花映的霸池 生来的彩冠 你永远是北部的心冠 帮主堂外渴身 来到苦境的故事 水破路底 望你够你抱家庭 离世君 胜听胜的曾经 祝好你 问我哪里爱情感情 忽悟赐一颗心 打招映好连生 隐隐温温温 甘想过的意乡 心灌 却照好你 心灌 我就好你 心灌 我就好你 心情 呃 甘想过的心有声 花映的霸池 生来的彩冠 伟冠 是北部的心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主打同名歌曲 叫千金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他第二首的主打呢 是我要带你走 然后这首歌呢 是一首对唱歌 然后是跟这个 我们的张岳鹏 这个男歌手 一零星答案盖小姐 岳鹏好 其实张岳鹏老师呢 他因为 其实我们以前就认识了 因为我以前很常去新加坡 做活动 然后都会碰到他 他其实是一个 新加坡的一个金牌 交唱老师 他手上学生真的是非常多 不过他个人都可以 帮你演唱为那种的 很夸张的 那其实 这次会特别邀请他是 因为有两个点 一个就是 我们觉得就是台语歌 其实新加坡的人 他们也很喜欢我们 台语文化 那这个老师又非常会唱 那重点就是 因为我这首歌 是张彦青老师 他词曲创作的 张老师非常喜欢 张彦青老师的作品 那公司就想说 那我们跨国合作好不好 想不到就是公司邀疑 他就立即答应说 好 然后就立即飞 就是飞来 从新加坡请过来就对 飞来两次 然后就是 我觉得我讲真的 我说老师 我真的被你的那个感动到 就是 他也不会都是去计较说 可能飞来 不是一次都要 因为他要第一次要录歌 然后第二首MV 因为我们说 先录完所有的歌之后 才会选一天拍MV 所以他等于是 飞来台湾两次 然后我就说 老师我真的很敬佩你 他说因为他真的很喜欢 他喜欢这首歌 然后再来就是 他觉得就是一个 很难得的经验 对他来讲 他觉得就是 因为他们新加坡 可能就是会发专辑 但是他们都是 可以翻唱别的歌 他们没有自己的歌 比较少原创的 他们没有原创 比较少 不是说没有 很少 那老师就觉得说 因为我们的歌又是新的 然后又是在台湾可以发行 然后卡奥克又可以唱得到 所以他就觉得他 予有荣耐你知道吗 所以他飞来这两次 我们都觉得 这是一个很 就是会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交流 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听看看说 其实新加坡的 他们唱出来的靠音 对跟我们台湾人 在唱的台语 差几书啊 其实有差 但是他是他特殊的声音 很难模仿 我觉得很难模仿 但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觉得让大家听看看 不同的音质吧 还有那个气候 我觉得不太一样 而且这首就是一首情歌嘛 就是两个想要走在一起的意思 对对对 就是未来就是想说 我就是要跟你一起 走向什么 幸福美满的 因为我其实我整张专辑 可以说就是几乎都是 除了千金 是亲情的歌之外 其实我后面的歌 几乎都是爱情歌曲 因为这个老师的这个辈分 所以你跟他在拍MV的 那种感觉 根本也比较惊 这样子 比较没有办法 两个表现像情侣这样子 应该是说 因为导演他会安排一些剧情 不会说让我们一直什么手牵手啊 什么 所以我们也没有那些尴尬的一些画面 所以我就也还好 然后再来就是我跟老师 其实我们也没有不熟 我就说因为之前我们就已经很熟了 那个老师也很专业 张老师就是会把他说 导演好好好 我立即他就会走位啊干嘛 其实人家也很有经验 不好意思 老的交唱老师了 所以非常有经验 资深 我都会说他非常资深啊 他真的交唱太多年了 太多年了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为听众 播放这个第二首主打 我要带你走啊 是由这个逸琳跟张岳鹏老师合唱 Zither Harp 如果我唱这些车啊 不是红好中的路线 你的心甘會當作我 劈好你的家庭 如果我像一隻古巡 漂流海上作無頂湯 你的心甘憑作我 天空的花 倫的世界 是好你一個人 自由驚大 若是叫你對我走 塞進海港運命 無論天空 你感會對我吃 若是雲北對你走 用人生為你換 若是本壞 你感會去陷我 難用情福天看 越冷的南越外 難免我頭看 用上心問早 我無求婚 一座人生對你走 如果我像一隻小小 連是風浩中的路線 你的心甘會當作我 劈好的家庭 如果我像一隻古巡 漂流海上作無頂湯 你的心甘憑作我 天空的花 冬的世界 是好你一個人 自由驚大 若是叫你對我走 塞進海港運命 無論天空 你感會對我吃 若是阮北队你走 用凌声为你我 若是斑白你敢会去险我 南涌情乞天看 越凌的南路外 南楼南我头看 用凌声门以前 我无许会 一座人生对你走 若是叫你对我走 塞钉海港云名 无论地壳你敢会对我吃 若是阮北队你走 用凌声为你我 若是斑白你敢会去险我 南涌情乞天看 越凌的南路外 南楼南我头看 用凌声门以前 若无许会 一座人生对你走 15分世 比赫ades 钓巴 铭巴 5 5 参天 我们继续来介绍第三首 叫做幸福满满 是她的独唱曲 依林帮介绍一下 好 其实这首歌曲当初在收录的时候 我就会跟公司说 我个人觉得我很喜欢里面的歌词 因为我一直觉得 就是现在的人 其实就是听比较悲伤的歌 会越来越少了 因为人家都需要正面的能量 就希望带有歌曲 就是让听众朋友会觉得说 听起来会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所以我觉得歌名非常重要 其实我觉得 像我自己出去做活动 我都会比较希望说 一是轻怀的歌 二歌名一定要非常有意义 你在介绍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场合 你都可以讲 所以我个人还蛮喜欢唱这首幸福满满的 因为其实歌词就是非常简单易懂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过得非常幸福 非常美满 对因为过去我们台语歌的文化 好像都比较流行 那种比较悲情的拍名的歌 我叫你帮衣 嫌不住人 对对对 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 就是真的需要多一点快乐的歌 因为现在环境不好 多一点快乐正面的歌鼓励大家 我觉得会有差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其实老板他们都会比较希望听到 就是你可以唱抒情歌 可以表现出你的技巧 让大家觉得说你很会唱 但其实我觉得当然免不了就是你专辑 因为我们都是十首新歌 我觉得比例上来说 其实我们轻快的歌还是偏少 但只是因为我觉得 我还是会跟公司反映说 因为我真的有在做活动 我在表演 所以我真的需要一些正面的那样的歌 然后来告诉大家说 就是你们看到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唱 就是比较轻松的歌曲 而不是一直都是在唱 就是比较音乐性调比较慢 对啊 其实像你们这样一年发一张 看起来好像这个就一张 可是其实你们一年到头都在跑很多活动 不管是庙会或者是歌友会 对 其实一整年 因为其实可能你出道越来越久 然后就会认识越来越多人 那可能人家觉得说 你表演的还不错下次就会叫你 对 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些正面 轻松活泼的歌曲 然后带给大家 大家也比较喜欢听吧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幸福满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拚一口飯無困難 看路在酒你著心安 若要悲觀在月園 有你背的寶宮都鑽好秋冬 福氣一直堆水冷 心連心情相恨 平平安安幸福溫溫 天定心愛的意念 看笑深恨想愛的我夢 平安安安安安 平安安安安安安安 人間打拼早起工 拼一口飯無困難 看路在酒立著心安 還不悲觀在未完 有你別的風景都準好笑人 放棄一直堆水冷 心難心 情笑看 定定安安 幸好觀問 定定心來的意念 抗笑心恨心來的觀問 有你別的風景都準好笑人 放棄一直堆水冷 心難心 情笑看 定定安安 幸好觀問 定定心來的意念 抗笑心恨心來的觀問 聽眾朋友 你現在正在收聽的是我們逸林最新的專輯千金裡面的第三條主打歌 幸好萬萬 幸福滿滿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第四首呢 幸福滿滿 幸福滿滿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第四首呢 她跟邱賢貴一起合唱 有你別的拍 然後在這個MV裡面 Youtube 聽眾朋友可以在Youtube去搜尋相關的MV 那其實我覺得逸林妳跟邱賢貴在拍MV 感覺兩個比較自然的喔 因為其實我們私下比較熟啦 然後因為其實我們也配合蠻多張的 以前妳搭她的歌 現在她搭妳的歌 其實我們都是都互搭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她配合都真的非常高 很好使歡 開玩笑 好好先生 對 就是因為她都會叫我小師姐 就有時候會說Youtube 師姐 外面我們都會顧一張叫我 我說是呀 小師弟 你來了 就是私下其實感情在那都還不錯啦 那所以互動上就不會覺得尷尬 比方說導演說你們待會要牽掃啊 然後我們就立即說大家還要牽掃一次OK喔 我們就笑笑的跟彼此講說快速 對 然後所以在跟她唱情歌其實越來越熟悉 然後這一首歌比較特別是她自己創作的 是我們邱賢貴自己作詞作曲 如果她自己失去的話 這首歌是她創作的 那因為其實上一張專輯我從來沒有唱過 就是我收錄過她的歌在我的專輯裡面 所以去年就一直跟她說 你這麼會寫歌怎麼不寫一首給我 所以她就努力生長一首 這首舞力會我 就是她跟我唱 然後又是她自己的詞曲創作 那我覺得非常難得啦 對啊 所以唱起來就是大家會比較有感覺 因為她可能會自己唱個demo帶給你聽啊 我想要這種感覺喔 你要盡量唱出來 我說是你要盡量唱出來吧 因為她創作者她就更有想法 加上你們兩個又熟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就是我們進入一次都可以互相討論說 大家怎麼唱啊 然後因為情歌一直都是大家很流行的歌曲 而且是對唱的歌 對 而且在KTV就很適合這個點來唱這樣子 超適合 其實現在我覺得唱KTV就是 很多人都會先點男女對唱的歌 所以我這次專輯裡面就收了三首對唱的 除了剛剛大家聽到的就是 岳蓬老師的 《我要對你走》 還有邱嫻貴這首《有你背叛》 裡面其實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公司製作人捷克 對 跟他有對唱一首歌曲 總共其實就是三首啦 平均以專輯來說其實三首也算蠻多的 因為我看過別人 其實好像都一首或者是兩首 那我們家是比較喜歡收對唱的流行 對 而且搭配自己公司的一個歌手 也可以互相拉抬一下彼此 這也是一種市場的策略跟考量 其實現在伊玲已經是非常非常的紅了 那聽眾朋友呢 聽完我們這幾首主打歌如果有興趣 也歡迎我們來一起來 用實際的行動一起來找這張專輯來聽 而且這張專輯現在都非常超值 就CD跟DVD雙疊 而且這個DVD它還有這個半唱的聲道 對 它十首 就是每一首你要練唱 你都可以另外單獨播那個半唱 十首 因為我覺得我們公司比較 就是我覺得還不錯 大家買到會覺得優惠 因為它真的有十首新歌 而且還有十首MV 就是有時候有些人 他並不一定會喜歡你主打歌或是前面的歌 他很喜歡你後面的歌 那我覺得你可能支持我們的專輯之後 就會發現說你可以聽到更多不一樣的東西這樣 都是全新創作 不像有些它可能是幾首新的搭幾首精選這樣子 或者是只有拍幾首MV 所以我覺得我們家是真的還蠻用心的 就是非常的用心投入專輯的製作 十首歌就是十條MV 然後十個半唱這樣子 真的真的 好 今天非常感謝逸琳來介紹她的新專輯千金 謝謝 謝謝 再見 答案 SDんだ посauder 回答 進再聽到 他說 四起 溫裘 伊 來 他說 qualified 好 了 怎麼 來 我 還 會過你姓我 到罪了 不管風好有多大 我會為你來打拼 我會點點來電台 等到幸福去一天 不管做愛有多大 堅定的心向爭竟 彼心甘願為你等 真心希望 有這天 有你陪伴 一日有你陪伴我 心中陪伴我 我的用心對待你 永遠不會變光 請你相信我的愛 請你真心來對待 我的對你永遠 到罪了 不管風好有多大 我會為你來打拼 我會點點來電台 等到幸福去一天 不管做愛有多大 堅定的心向爭竟 你的心甘願為你等 真心希望 有這天 有你陪伴 不管風好有多大 我會為你來打拼 我的點點來電台 等到幸福去一天 每天 等到幸福去一天 都讓我放 我